Lisa 愛美愛工房 和大家做DIY的時間 今天我們請了特別嘉賓Coco 和我們一起做DIY 你猜猜我們今天做什麼呢 對了 我們今天會和Coco 做一個幫他擦手仔的Cream 其實很多狗狗都會外出 經常都會令手掌粗糙 而且很癢和不舒服 而市面上也沒有什麼產品 是專門用的 所以我們今天做一個 專門用的手掌 肉球用的滋潤Cream 我們一起看看今天用什麼材料 首先 我們會用一個叫做 乳木果油的材料 它是像牛油一樣的滋潤成分 可以幫助狗狗 如果手掌爆拆就可以修復 然後我們第二樣 會用一個叫做 白蜜藍的材料 它是一粒粒白色的藍 它最主要是可以幫助 我們的膏變成一個 結身的Cream 另外它也是有一個滋潤的成分 在裡面 然後我們還會用到一粒可可巴油 可可巴油是一種很天然的植物油 它可以幫助滋潤狗狗的平膚 然後我們還會加兩粒精油 幫助狗狗的手掌 舒緩它的核相和爆炸 一粒是芬衣草精油 另一粒是蜜金精油 兩粒都是一些很安全 而且狗狗喜歡聞到的氣味 然後我們還需要預備定一些工具 首先我們要預備定一個瓶子 用來裝我們的Cream 還需要用到一個電子磅 另外還需要一個匙羹 最後我們還需要加熱 我們今天會用到一個電子的加熱器 如果家裡沒有這個加熱器 可以隔水加熱也可以 我們現在就一齊試試做 首先我們這次會用一個鋁盒子 它本身已經是30g的分量 所以我們就比較方便一點 直接把它放在電子磅上 然後把重量調成0 然後我們先量了這個百分量 這次我們會用5g 可以直接把它放在這個盒子上 然後我們就量了這個 乳木果油的分量 這個乳木果油我們會用15g的 本身一盒是30g 我們帶它半盒就夠了 再加上電子磅這個盒子上 一起加上電子磅這個盒子上 大家可以看到它像牛油狀 等待會更融掉後它就會變成液體 我們量好渾量之後 把這個材料把電子加熱器放上電子加熱器上 如果家裡沒有這個加熱器的話也不要緊 我們可以將它放進涼杯那裡 然後隔水加熱也一樣可以 其實這個奶油除了狗狗用之外 其實人都可以用的 主人如果自己都喜歡塗的話 可以增油份量加多少少都可以 但因為我們塗在狗狗身上 它的臭角很靈敏 就不適合放得太濃的味道 所以我們如果特意做給狗狗用的話 煎油的份量就可以加少一點 我們一邊加熱的時候 一邊用匙羹將它攪拌均勻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蠟已經差不多溶掉了 當它全部變成透明的油狀 我們就可以加入其他材料 首先我們加入玉目果油 我們今次會用10ml的份量 這個瓶本身有一個膠質 我們可以拔走它 方便倒出來 由於我們這個瓶本已經是30g剛剛好 所以我們直接把油加到外加碗就可以了 接著就加上精油 我們芬衣草和這個蜜金的精油 每樣下零食就夠了 因為狗狗的臭角很靈敏 我們千萬不要加太多 然後再把這些材料全部攪拌均勻 當我們看到這些材料完全混合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關掉佳儀皮的佳儀 我們要等它大概一個多小時後 等它完全硬化完之後 我們才可以開始用 這段時間我們就不要動它了 讓它慢慢攪動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已經做好的製成品 它就像一個奶油狀 我們平時跟狗狗出完街或出完南 也可以幫你塗在它的手板上 我們現在跟狗狗試一下 狗狗 上手 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 狗狗用的奶油就已經做好了 如果大家想買材料回去試做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網址上訂購 另外我們也會把今次的製作教學 放上網路茶坡給大家參考 希望大家回家也試試 跟狗狗做一個DIY的Cream